最近北部和中部地区都出现缺氧、买无机能的进行 有很多买充至十几点都开始含量翻买 但是到底是有什么缺氧、无机能 是够压制这样的回应 缺氧是因为从去年的年中开始因为饲料原物料大涨 然后导致我们养鸡业者 我们入中鸡的意愿它降低很多 然后很多鸡场都是用老母鸡在那里印撑 然后老母鸡它到了冬天它遇到天气变化 它产氮率会变得下降的非常的快 然后就造成全台湾缺氮 然后又因为冬天又是氮需求量的旺季 所以到后面会导致这个情形 这个地方尉为新本贵馆的状况之下 大量的状态没得打书 自然在做生缺氧的影响 你治疗企业的问题是影响全体的突破压 问题将会慢慢的展现出来 如果这个产业要比较舒缓一点的话 你从现在大约应该是要五六个月 然后如果现在进到四月份 四月份天气开始变热 然后需求量降低 它会慢慢的折到疏解 既民族都在关心缺氧的问题 当时可以解读 由此表示可能要等到七名过后 总控才会合转 我们在视频下来收到三港彩虹报道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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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